好 回到臺灣共同團 現在繼續進行的是 我們第二小時的節目內容 那麼趕快為您介紹這個小時 加入我們討論行列的 現在兩位來賓 我們首先繼續介紹的是 今天先來加入討論的是 此事評論員黃志賢 國朱 大家午安 好 繼續來介紹的是 加入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環球科技大學副教授歐崇敬老師 國朱好 大家午安 好 我們剛才聊到 那今天這個服貿問題 還是沒有辦法在立法院 做所謂的竹條審查 那這個竹條審查 到底重不重壓 這個到底對國民黨的講 是不是退到最後一線了 但是今天來看到這個小冊子 好 隨著週刊 今天出刊的週刊 一併的發放給大家了 如果你買週刊就買到 這裡頭是民進黨的 來 民進黨的中央黨部出的冊子 確定來自於民進黨的文宣品 重點是前面說了什麼呢 前面明白告訴大家 服貿的東西要怎麼樣呢 要立法監督 但重點後面是什麼 要重啟談判 所以這就是民進黨中央 現在對於服貿協議的 一個看法的基調定調了 所以郭委員郭教授 之前講嘛 重啟談判是何等恐怖的事情 但現在顯然民進黨要重啟談判 不是之前講的逐條審查 大家都在變變變 這份文宣有效力是到5月25號 知道 我認為它是蘇貞昌的競選文宣 是 好 就是他黨主席就禍了 事實上這個案子會複雜 就是因為卡到民進黨黨主席選舉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得罪勝率 那也因為這個訴求 大家現實上都知道它相當困難 比如說陳菊 他當父母官他就知道 他知道實際狀況 所以陳菊最多 他也只能夠講到有條件之辭 那賴清德昨天晚上就發出新聞稿 說他主張退回 對 他也主張退回 那為什麼賴清德可以這樣主張呢 因為他的民調贏了60% 完全不怕 完全不怕 可是其他縣市 據我的了解 除了張花冠跟賴清德之外 都是跟陳菊立場一樣 就是有條件支持 那有條件支持 簡單講就是對台灣有利 那就支持 那什麼叫有利 有利就是總體評估 如果說弱勢衝擊的可以照顧 那得分的部分確實大於 那個弊 那就可以支持 所以基調還是逐條審 那這個黨部會發出這樣的文宣 當然立院黨團那一天是 在國民黨不在的時候 在內政委員會通過那個決議 有通過 沒錯 顯然主席當他一回事 提案的人就是吳秉睿 舒適的人 提案的人就是吳秉睿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把調職升高 然後你不去考慮如何收尾 這樣的人是不負責任 那簡言之就叫做你們民進黨 現在是黨主席的idea 我黨主席蘇貞昌 那請問蘇貞昌你真的認為 重啟談判可行嗎 那你就請回應這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中國不跟你談 你怎麼辦 是 好 這關鍵點是在這 重啟談判 任何的一個這種 國際的經貿協議 要重啟談判 簡直是一個 就是毀了的意思 重來 但人家要不要跟你談 所以志賢 那現在看到民進黨主席 蘇貞昌 這是為了他的選舉 為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 為了繼續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所以他做出總體談判 這樣的定調 民進黨太不負責任 他不一直以來都這樣嗎 他不需要負責任 請問一下我們在台灣 我們有任何人曾經真正的 認真的 誠懇的 而且勇敢的 要求民進黨要負責任嗎 我說嗎 因為從來沒有過 民進黨他提出 過去以來提出的任何的政治主張 錯了 毀了 或毀的是人家 錯的是他 然後毀的是這個國家的 真正的民主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先來講說 OK 他要重啟談判 他要全部退回 那跟學生的口徑 跟在立法院裡面的佔領者 他們的口徑是完全一致的 那我們講他們就是 二合一 一二二 那 如果說一個政黨講話 是必須負責任的 如果說所謂的學運領袖講話 也必須負責任的 那我真的不明白 我們總是要求 國民黨要負責任 那這個你看 這張標 這個 這是佔領 武師佔領 53小時 然後 他還是要求要逐條審查 已經佔領53小時 他仍然要求逐條審查 然後一直到馬英九 同意逐條審查 他們就當上有記者拍照 就趕快去把這個標題 就趕快拉下來 那為什麼 絕對不是偶然 如果說我們以非常客觀來看的話 當時如果他們硬充 為什麼能夠吸引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去支持他們 因為他們說你搞黑箱 所以我要求我沒有要求什麼 我只是要要求最起碼的民主 我要求逐條審查有什麼錯 你去街上問每一個台灣人 每個人都說我不要黑箱 你問我我也不要黑箱 你問我要不要逐條審查 我說要要逐條審查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把張慶忠罵了一頓 都把國民黨罵了一頓 結果後來 我也不知道國民黨為什麼天生下來就這麼笨 還是學會笨 還是被弄到笨 還是吃太多黑心食品變成那麼笨 然後到現在我們居然知道說 哇原來不是黑箱 是好 從道理不是黑箱 是之前我們等一會 我們來看看來自立法院 現場最新狀況三年中整 學生開記者會了 來看最新的情形 可能 好 對於昨天馬總統在這個下午的時候 他表示到說兩岸協議 先例條例跟服務貿易協議 不需要先立法再審查 然後他用這個結婚後可以離婚 先作為舉例 然後聲稱說服務貿如果有國安的疑慮的話 可以生效後終止 那對我們來說 馬總統的這個 這個表示已經非常清楚了 他在告訴我們 就是 他已經把這個對話的前提 府方與學生之間對話的前提 設下了一個非常高的門檻 就是 服務貿不得修改 目前版本必須生效 這是府方所設下的這個對話的障礙 那早在3月25號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已經宣稱過 我們也已經表示過說 我們可以在不設前提的這個情況底下 和馬總統會面溝通 但是 馬總統卻連這個跟學生對話 都要自己先設下前提 那他設下的這個前提其實門檻相當的高 然後 對我們來講 他很清楚的表示 服務貿不得修改 目前的版本必須生效 這是他所設下的這個對話的前提跟障礙 這是很清楚的 對我們來講 這樣設下前提 預設前提的這件事情 實際上對我們雙方的溝通 對我們雙方的溝通 都造成了非常嚴重的這個阻礙 所以 我們認為在這樣子 府方片面的又要設下對話前提的這樣子的狀況 實際上 是讓學生跟府方之間 很難進行對話 那對於今天早上 張信中委員在擔任這個內政委員會的招委 30秒事件之後 在30秒事件之後 張信中委員又要再一次藐視民意 將服務審查排入議程 雖然說經過民進黨立委 他們今天早上午在佩可 導致這個今天早上審查會留會 但是下午 今天下午 張信中委員還是一樣 明完不靈 還是企圖想要再次召開會議 好我們現在看到 綠法院的學生記者會 那林非凡再度認為說 馬總統沒有誠意要跟學生溝通 設了前提 既然說不預設前提 為什麼還要設高門檻的前提 就是服帽不能修 他們無法接受 當然繼續第二點 他也在罵的又是張信中 今天在議場的外頭呢 他也大罵張信中 沒資格審服帽 好這是學生代表最新的一個講法 之前我們再來看到說 學生代表可以罵這個委員沒有資格 可以罵那個總統 你通通沒有誠意 總統不是也都不預設前提嗎 那現在到底誰在預設前提 剛剛他講話你聽得懂 一樣我真的我都不用講什麼話 用這張圖 然後 林非凡在那個時候 你們記者也有tick到那個畫面 有tick到畫面 他喊說 竹條審查竹條審查 不是只有文字是他親口喊的 所以他講話可以不 一樣啊 講話可以不算話啊 那 我是覺得其實我們大家看開一點 因為現在立法院的議場裡面已經台獨獨立建國了 所以他當然覺得張信中沒有資格進入我們台獨的領土裡面來開會審查 那我覺得如果這樣那棟建築物暫時就送給台獨國獨立建國好 然後立法院全部的所有的委員包括院會跟委員會全部都拉到 另外找個地方重新定他為立法院這樣我不知道這樣法理上可不可以 場地上可以 但是第二個問題來了問題還不是是學生問題是這個民主體制 我真的講說學生如果他抗議示威遊行公投選舉 或者說網軍所有的事情只要是和平民主裡面的手段我覺得我全部我從小到大我永遠支持 可是當他的腳趾頭一踏進立法院裡面強佔我們 我們的國會的時候 他已經摧毀我們這個民主 那他當然今天說你馬英九沒資格 他說馬英九沒有失去統治的正當性 然後說你張慶哲張慶忠沒有資格 然後說你國民黨不能夠黨紀處分 但是他說民進黨你可以黨紀處分 你國民黨不行你民黨可以 那所以今天就是他號令天下 那那個地方他獨立建國了 但是民進黨一樣啊 他今天把委員會封起來啊 所以如果我們的合法選舉的政黨在裡面是這樣做 而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 我們每一個人我們都允許的話 然後覺得那竟雄那是可以的話 那我們的國家其實就真的沒有民族可言 這是非常可怕的一個發展 我們歡迎現在加入我們討論行列文化大學 政研所教授泰炫楊老師 楊老師就政治學上看到這個發展 是不是覺得很恐怖 那剛才余學生不斷強調說 總統你說不設門檻 但你還是繼續在設前提 我們沒辦法跟你對話 這基同鴨講 一點都不恐怖了 不恐怖 政治上面的這個群眾運動太多了 就我把它定義為群眾運動 為什麼把它定義為群眾運動 不是學運 本來就是群眾運動 學運也是群眾運動的一種 可是歷史上的學運通常不會延續太久 這個學運可以延續到十幾天 它其實本質上已經改變了 這不是我講 這是學界很多研究 這個學運的報告裡面都指出來 學運一拖久了以後 就會有其他的這種因素自己介入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群眾運動 群眾運動不是以理性在進行的 我們政治學上有一句話講 群眾運動只有13歲 參加群眾運動都是13歲 他沒有辦法去做理性的思考 所以他今天拒絕這個 馬總統跟他的這個對話 說認為馬總統的這個先生解體 把他否定掉 他本來就是沒有辦法對話 今天就算說 馬先生他在讓步 我想這些學生理秀 他也是不會同意的 學這種群眾運動 你只能用另外一種運動來移轉他 你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 用理性的方法來解決這個群眾運動 那怎麼樣運動可以移轉 比如說 你才去創造一個新的一個目標 新的一個 比如我們例子上大家談的最 常常被引用的一個例子 當然是比較長期的 就日本的現代化過程 日本現代化過程 成功的移轉了日本軍國主義的 那樣子的一種群眾運動 那這常常被很多研究群眾運動 拿來做例子 那其他也要 還有很多的類似像這種 那最後看我們領導人 他願不願意說 去做一些鋪陳 那另外一個 我非常同意 剛剛我們這個 黃小姐所講的 就是有關這個立法院 應該要到別的地方去開會 那這個其實 不要再通耗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增結點 就是院長願不願意 所有的國會 國會是以院長來作為象徵的 所以院長之所在 就是國會之所在 所以他今天院長如果宣布說 我們現在立法院 到這個金華飯店去開會 那金華飯店就是 我們中華民國的立法院 那不是因為說 你在這個地方才叫立法院 所以我認為 那這個關鍵就是說 那我們院長願不願意 做這個事情 那如果院長不願意 做這個事情 我剛剛講說 沒辦法談 然後院長又不願意 一地去召開立法院 那我們還有什麼方法 來處理這個困境呢 還有一個方法 我們憲法上規定 緊急命令權 當國家的財政跟經濟 面臨重大危難的時候 那總統是可以宣布 緊急命令的 然後因為你現在立法院 沒有辦法正常開會 立法院被這些學生所占據 沒有辦法正常發揮他的功能 那這種情況 更給予總統一個 合法性 儘管說我們憲法徵求條款 沒有說立法院閉會 才能夠發布緊急命令 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為了維繫說 我們將來這個服貿能夠通過 或者能夠不要破壞 跟中國或者跟其他的國家 將來經貿談判上面的一個信用 那總統的確因為你把這個立法院佔據了 總統的確就去召開一個 就去發布一個緊急命令 那緊急命令就是可以用命令來取代法律了嘛 那我們當然不希望這個樣子 可是誰造成這樣一個結果 所以學生造成一個結果 學生不讓人家開會啊 那這個值得我們去去省私的 是好 等於楊老師在這裡提供了很多個解決的方案了 但是解決方案當然要專呼吸在幾個人的身上 所以請教歐老師 緊急命令這要一發布恐怕是一個不得了的狀況 對 國民黨現在真的是不可以隨便再犯錯 好不容易保持一個平穩 所以我認為緊急命令公布的 或者發布的這個可能性是比較小的 大家幕僚在旁邊也會勸說可能暫時不要用 可是那要耗到什麼時候呢 目前這樣聽來我直接把時間性說出來 就原來是說再一週啦 但是因為白狼出現了以後有可能變成兩週 那這裡面有兩個結局我特別說一下 就是說關於民進黨跟這個國民黨 裡面它這兩個版本的差距大概只有5%不到 那對於這5%不到的部分怎麼處理 其實可以用補充會議的方式來處理 也就是說原來我們重啟談判 這樣是行不通的 但是補充會議是可以行得通的 換句話說95%相同的我們先讓它通過 這樣5%不同的這個部分 好我們來協商之後 最後哪些部分 好我們必須要開一個補充會議 這第一點 那這樣也完成學生他們所要的 也完全不是黑箱了 所以這邊可以回答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那個也要大陸答應 對大陸在這裡會答應 本身裡面有防禦機制 它有6個剎車機制 對 那個機制 是要簽署 可是你要簽署 現在還沒簽署 還沒簽署 還沒簽署之前 是不是也有調整的空間在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是可以協商的 而且也會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誠意十足非常透明 這第一點 第二點學生怎麼推出去 現在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因為總統也說這是非法行為 美國那邊也說不支持 而且認為這樣是不對的等等 好所以國際的輿論 從民主的憲政的理解上來說 這大家都覺得不可取 他們自己也說這是不得已的手段 好 所以他們裡面有一個說法 就是這些帶頭學生 以及常態性在那邊 他們集體到法院去自首 來結束這場 現在有一個說法 是從裡面傳出來的 那會不會發生 以及什麼時候發生 目前看起來必須要有空氣 去醞釀他 他們還沒完夠吧 沒完夠 可能包括柯建民沒完夠 不可能 因為除非警察 我不懂我們的台灣警察 為什麼不能夠執法 就是國會自主權 不能夠進去把他們抬出來 不用反省 其實只要斷水斷地 48小時就全部都出來 對 抬到一樣的問題 為什麼 就是立法院院長沒有邀請 不是 但是他們出來上節目 趕通告 把妹喝咖啡 為什麼還可以回去 其實各週刊的記者都說 是立法院有人故意縱容 他們繼續在那裡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能原諒 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馬英九跟王金平 他們各自都有奇怪的主張 是怕是 還是真的是不但笨 而且怕 講到重點 是好 所以是 委員 他是 我們剛剛那個楊教授 是從憲政角度 他講的都對 是 那事實上這個問題 最容易處理就是國民黨內 我講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馬英九 你恢復人家黨籍 讓人家能夠參加五人小組 立刻解決 我給你保證立刻解決 你官司都打輸了 黃世平都被判刑了 你還不和解 還用律師團放話說要把人家上訴 王金平怎麼可能放著不跟你玩 這個就變成是黨內的政治鬥爭 我是要一直重複一個觀點 我說學生如果不是馬王政爭 能夠待12天嗎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國民黨團 國民黨的立委們 請你做出共同決議 要求執政黨的王金平院長 做處理吧 你黨團為什麼連這個決議都做不出來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都是所謂的政黨的途徑 事實上這個事情本身也是政治事件 法律學生也說他們願意集體承擔 事實上法院已經要 我聽說記得四十幾個人了 學生也說他們願意接受 那那個崇敬兄講那個沒有錯啦 他們也許會集體到法院去啦 可是最快的方式是黨內解決嘛 是 但黨內就是解決不了 好那很明顯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這麼多分析 關鍵人物其實比較重疊多的叫王金平 都在他身上 因為可是過去召開五次協商 民黨退出了幾次 剛剛郭委員有提到說 其實就是王院長當然是 他要一個是很大的一個key man 他關鍵角色 可是如果沒有民黨的資源 學運稱禮老實幾天嗎 如果沒有民黨的立委 還有助理八戰議會 那一樣 這些學運沒辦法支持那麼多天嘛 所以其實藍綠內部 都有他結構性的問題 民黨有他內部 黨主席之爭 有蔬菜之爭 那國民黨內部一樣也有馬王之爭嘛 所以其實兩邊內部都有矛盾問題 所以雙方其實都把學生當作籌碼在運用 所以導致今天的僵局 那怎麼化解呢 其實解鈴還是要回歸信林人身上嘛 其實關鍵還是在於學生啦 你必須要找到自己的下台階 你的回歸你的初衷 你站上街你的目標是什麼 你一開始就是反黑箱服帽嘛 那你今天兩岸兩岸建物機制 已經已經禮拜明天行政院要送出版本了 那都有四套流程可以去審查 而且你本身的服務 本身有總共有六道的防衛機制 他包括退回還有幾段時間 其實都可以重新加可以審查 就像昨天馬英九總統講的 就是說你結婚一樣也可以離婚嘛 那現在兩岸就屬於訂婚的狀態底下 那你退婚了之後 那你當然接下來你跟其他各國 如果你要再訂婚當然就有困難了 那學生你必須要找到你的下台階嘛 那你下台階什麼你要自己搞清楚 就像昨天凡神林非凡他自己講的 監督機制要謹速完成副委 可是要怎麼副委 副委還要照院會 院會要一讀會才能副委 那你現在佔據國會議場 你要叫立委怎麼副委 所以其實解鈴還需信任人 信任人就是在學生身上 學生趕快退出國會 讓國會恢復體制內的運作 這才是最大的解藥 沒有錯 但是如果學生們要有下台階 學生們要如何才能夠下台呢 我們如果一切回歸法律原點的話 是不是法律可以來做制裁 我們接下來的報導就帶您來看看說 好 那現在已經被函送了 法律開始進來好好做處置了嗎 好 我們來看看說 那現在林非凡以及陳維廷 都已經被函送的情況之下被檢舉了 現在法律不能不辦了 所以要辦下去的情況之下 他們都願意被法律責任 好 那辦下去是不是問題趕快解決 我們來看我們的報導 一直上 一直上 太陽花學運 三一八公正立法院 以及三二三公進行政院 事件延燒到現在 傳出林非凡和陳維廷兩人將被罰辦 我們經常都知道這些公民不服從的行動 可能會有觸犯刑責的風險 那 反正在後續的刑責的部分 那我們都會來台南的面對 律師分析學運領袖林非凡還有陳維廷等學生公佔立法院 恐怕涉嫌妨害公務等罪以及毀損等告訴脈絡的刑責 所有的罪都最後都會被妨害公務這個重罪給吸收掉 自稱法律人的董姓女子之前在立法院拿著平板電腦錄影搜證 她不滿學生佔領議會對林非凡陳維廷提告 現在北檢接獲民眾檢舉告發的案件陸續增加 目前已經有四件分案將著手展開偵辦 尤其像攻占國會或者是最高行政機關的行為 我相信在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沒有辦法允許的 馬英九總統接見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學者補瑞哲時 強調對學生行為要依法辦理 檢警預估學運告一段落 將擇旗傳喚兩人道案說明 記者張哲如帶秋榮臺北綜合報導 好我們看到這則報導 其實這幾天氛圍每天出現新聞 觀眾朋友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 沒有錯在鋪排這樣的情緒出來了 總統已經對外不斷的在強調 不管接見外賓還是對內的說明都強調說 違法的侵占公署那當然就是依法來做處理 那現在韓宋動作已經出現了 接下來楊老師依法處理 是不是也是很好的解決方法 韓宋他嘛要不然就剛才講了 會不會有可能他們自己出來自首 自己找下台階 我想這個韓宋是必然的程序 沒有什麼值得討論的空間 你今天這個佔了政府機構 你最後搞搞說沒事 那我們到底還是不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他也說實話拖到現在有人去檢舉 他才敢動這個動作 所以這就我們政府無能 所以我們對這個政府的不滿 其實原因也在這裡 剛剛講到說我主張的發佈緊急命令 有人講說知識體大 其實這裡面也有民主的機制在裡面 不是完全沒有民主機制 你只要發佈緊急命令之後 那麼在10天之內就必須要送立法院來認可 所以你發佈緊急命令 你可以馬上就送立法院認可嘛 那如果這些學生還繼續霸佔了這個議場 那就使得這個沒有辦法通就像剛剛明前兄所講的嘛 你最後你這個要通過這些什麼監督條例 也是要立法院開院會來通過一讀會嘛 那所以如果說你今天發佈了緊急命令 然後你送交立法院認可 結果立法院因為你學生霸佔了這個議會 沒有辦法沒有辦法開會來進行認可的話 那誰該負責任 就是學生要負責任啊 那這責任就很清楚了 那總要有人下令去讓他們負起責任啊 只要那個動作出來沒人做 現在沒人敢做這部分 我認為這個沒有什麼知識體大的問題 因為民主國家這個總統 發佈緊急命令常常有的啦 常常有的事情 老師在美國總統常常發佈緊急命令 某一個地方局部都有 但問題是 我是想請問老師 那個馬英九總統 他連學生離開立法院跑出來 他都不敢 第一不敢逮捕 現行犯應該逮捕吧 我不衝到裡面去 可是你出來了 你要去上節目 我是不是逮捕你 上次邱毅不是上節目 在外面就被逮捕了嗎 第二個 他們不逮捕就算了 我怕 民進黨比較兇 會罵人 我怕 我總統我也很怕 好 你回去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不要讓他再回去 我們全世界有聽過任何一個綁匪 就是走出來喝咖啡 然後聊一聊 然後怎麼樣 然後上個電視 上電視 而且還敢 不是上一個 趕場趕通告 趕完以後 完 我要回去 然後還可以送 要送進犯罪現場 已經被佔領的國會裡面 電影片還可以送進去放電影 這個跟王靖平沒有關係 因為裡面是王靖平管 外面的話 請問誰 王靖平管得到街上嗎 我想請問我們中華民國 是不是已經亡國了 我就覺得是不是亡國了 這個很恐怖 像我們講330 林非凡可以出來 大家都要等待他到現場 警察開到 對 國安通道 警察開到 讓他藉由通道 特殊通道 想那麼快速 重點是安全的抵達現場 所以明顯是錯亂 非常錯亂 剛剛像 剛剛大家在討論說 可以實施緊急命令 可是因為 學生還佔據議場 沒辦法 其實我這幾天 一直在國民黨內部 有人提到最極端的作法 斷水斷對 算一個溫和的 緊急命令 確實有人提 其實一個最簡單的 還可以發動防疫性公投 他可以比照阿扁一樣 把福茂立刻 這可以不用經過立法院 對 所以因為這太極端了 這些其實都 黨內執討論 都全部都被否決 這些聲音完全都不是 馬金或江儀化他所思考 府院所思考的 還是希望採取柔軟的姿態 可以希望不要跟學生對抗 那把福茂回歸體制內 回歸立法院 所以他才 把張青聰才道歉 馬林庸詞道歉 把30秒通回去 然後希望可以 把立法院重新歸零審查 可是現在問題 關鍵卡在哪裡 就是學生你自己 有沒有認知 你的下台階是什麼 那你下台階的條件 一直變過來變過去 你從一開始反黑箱 到現在你要 訴求是要召開公民憲證會議 那你公民憲證會議是什麼 所以愈慕明愈老 他會出來質疑 說你的公民憲證會議 就是要自憲 要證明 要台獨 如果你學生不把這個說清楚的話 那你從原本的反黑箱 到最後連結的到修憲的話 當然外界會對你有質疑 現在整個社會的氛圍 還是希望說整個讓和平落幕 那你要把自己的下台階 搞清楚你的條件是什麼 回歸學運的初衷 所以才能回歸原本 那國民黨已經下台階 已經退讓一步了 那你學生這一步不退讓的話 雙方就卡在那裡 不只是不退讓 應該還是得寸進尺 初衷究竟是什麼 從反黑箱一路到現在要開公民憲證會議 這個層級也拉得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所以學生們是不知天高地厚 所以郭老師不知天高地厚 還是說在頭 馬江真好騙 下你兩下你就一直退 所以他們不斷地升高升高他們的要求 馬英九在 把監督條例由陸委會送出之後 我認為馬英九就不會再讓貨了 他的策略就是消耗戰 消耗戰這麼大 所以也沒有民前兄講得這麼善良 就是說我就消耗你 看社會輿論會站在哪一邊 因為事實上社會輿論已經在慢慢轉了 這個學生自己也知道 民進黨也知道 也知道 所以我認為馬英九 王玉琦明天就送出了 行政院就立刻送到立法院 接下來就是你王金平跟民進黨的事情 就要開會 我認為就是這樣 對那小英不用去 所以民前剛剛講的後段我是同意的 就是說學生要我智慧 怎麼自己解套 是好 那我們說民進黨我們剛剛講 不管是 大家說他們跟小英比較好 比較接近 如果這樣的話 到底你們這些大人們 你有沒有給他們一些智慧的建議 學生比我們還聰明 真的 他們其實已經很嚴肅在討論 因為我昨天看到一個老師 他上了另外一台 那個主持人一直問他這個問題 然後他就講了一句話 那個老師比較故意 他就公開講 他就說請相信我們 我們已經很嚴肅的在討論這個問題 好 也蠻難相信的 因為你的訴求是不斷的在升高 你叫大家怎麼相信 你的初衷沒有從頭到尾就是這個論述 所以歐老師是不是這樣子 這邊剛才這個回答您說 說學生非常有智慧 為什麼立刻說不見得 現在場內兩百個學生裡面 有兩個學生 一個是我的學生 一個是我太太的學生 這兩個學生上課經常翹課 考試經常都不及格 都還是開更號乘以十 給他加分 那兩個不是Leader嗎 都在裡面 那你就說Leader那幾個很聰明 不是學生都很聰明 所以請不要隨便用全稱命題 那我現在要說的是 那幾個所謂Leader 後面有八個老師在跟他們對話 那八個老師不斷的出各種作業給他們 那這個林菲凡就很像他們的發言人 所以這八個老師又連結到 外面很多他們外圍群體的 各方的長老和老師 這才是問題 他們可以連到台獨聯盟 連到各種這種 我們原來所熟知的那些人民 甚至包括各種綠營的政黨人物 所以在第一天的晚上 我們就已經知道 他們和柯建民有建好 非常好的聯繫管道 那我說這管道從哪裡來 學生不是在裡面嗎 不 原來中間有決策老師 是做為中介的環節 這才是為什麼說 這個總統府府議長 見面的時候 會和某一位老師見面 那為什麼是不是別的老師 為什麼不是楊老師 為什麼不是郭老師 為什麼是這位老師 原來是某幾位老師 原來是具有特別影響力 所以我提出第三條路 第三條路是這樣 所有那些搞不清楚 反扶貌是為什麼而反的 他們的答案通常是說 我就是因為不了解服貌 所以我反服貌 那我回答很簡單 你也不了解相對論 所以要不要去反相對論 好 你不了解東西可多了 你不了解憲法 所以要不要去反憲法 這些同學 麻煩老師設法把他們牽回去 這是一類 另一類呢 是屬於發言人類的 他說的leader類類的 跟那個八人小組這一類呢 只剩下他們的時候 事情就好辦了 也就是說那個你外圍群眾已經不見了 你的宗教的勢力下降了 這時候回來 看清楚你這個運動的本質 原來是怎麼回事的時候 就開始水落石出了 好 不過這個楊老師 這樣的分析 他是有條不問 但是我們說這個16天下來 時間真的是剛脫太久 你說什麼叫學運 它根本就是一個群眾運動 那這群眾運動 大概披著學生的外衣 在這裡可以遂行很多很多 在法律底下被大家給寬容掉的部分 人民的忍耐是不會太久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溫和處理 你覺得馬江政府還在溫和處理 那在處理到什麼時候 一週 剛剛歐老師說可能兩週 還要再兩個禮拜耶 一個禮拜 不是 這在我的定義裡面 在我的定義裡面 所謂的溫和處理 就是這個國會就不要了 就讓他們去站 就讓他們自己去站 然後你想辦法去說服這個王金平 移轉到別的地方 再把別的地方拿來 比如說我們以前審議會的霧峰 現在是中部辦公室 那就可以嘛 那也是立法院的中部辦公室 或者是說比如說像中山樓 也都是開會的這個地方 所以你國會是代表民意的地方 理論上來講 除了國會在議題上 就在這個議事規則上面 規定的休息的時間 國會是不可以停止的 所以在這個理由之下 你既然今天因為這個外力的因素 使得你國會沒辦法召開 那你王金平就應該要到別的地方去開 那你一旦國會移轉到別的地方去開會的時候 學生自己玩完就沒去了 也不要去斷絕斷絕 就直接給他冷氣都沒有關係 給他住在裡面都沒有關係 因為你這個站 已經變成一個荒謬劇了 姚老師還是考在王金平必須做這個 沒錯 所以最奇怪的就是說 這個我覺得是有人在養小鬼 然後養了那個小鬼後面有一些中鬼老鬼 然後特別的鬼 然後這個鬼是嚴格我們看的 您剛剛講說 為什麼他的訴求一直變一直變 其實說真的我在3月18號 學生一進去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我講說 那時候我就講說 學生絕對不會請你出來 因為他進去的目的就不是要跟你玩體制內的遊戲 他進去 林非凡後來自己講得很清楚 立法院是我的籌碼 所以你看即使辦330的活動 他們最重要的堡壘 他講說我要守住立法院這個堡壘 為什麼 因為原來他們要去反對服貌的時候 就只是一兩千人的活動 那個沒有辦法燒那麼大 沒有群眾的激情 群眾的激情什麼時候點燃 是他們攻進立法院以後 然後提出一個說 我們反民主 反那個黑箱 然後要求主角審查 這是我們要爭取台灣的民主啊 那當然後來我們發現 沒有黑箱 然後是國民黨要主角審查 不是民進黨 那我 所以我的結論是 他從頭到尾不是一個反黑箱 他從頭到尾訴求真正的訴求 其實你看前面他說要反黑箱 要主角審查 要僵硬化下台 記不記得 然後說馬英九失去正當性 然後說 國民黨不可以黨紀 然後怎麼樣 要爭取程序陣 所有的背後 其實只有兩個字叫台獨 是好 這番分析 我們先來聽一下最新的現場消息 來自於國民黨的現場 現在有很多學生在外頭 在這裡也在靜坐抗議了 馬英九主席 剛才做了最新的一個宣示 再度強調 跟對岸簽伏貌勢 力大於弊 我們現場的狀況 請記者黃淑文帶您來看 好 是主播各位觀眾 總統馬英九今天是來到 國民黨中央黨部來召開 中場會 不過就在這個 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對面 今天也是聚集了 40到50位的學生 而來到這邊 就是要來跟馬總統喊話 而來到這裡的時候 他們也跟警方發生了對峙 他們要把訴求來告訴馬總統 但是沒有想到 警方也出動了大B的警力 而學生跟警察發生了衝突 而帶頭的學生來喊訴求的 是高師大生物科技系大師的學生 他們是民主黑潮的聯盟的學生 他們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面 來訴說他們的訴求 不過今天馬總統在裡頭 還是沒有聽見學生的喊話 仍然在中場會裡頭 發表他對覆蓬的看法 來聽一下稍早的畫面 很明顯的對我們向大陸出口 是有顯著的幫助 一個沒有ECFA的項目 只有1.3% 有ECFA可以達到10.6% 差不多將近8倍 兩岸關係的發展 我們政府所採取的基本的原則 就是以台灣為主 對人民有利 一定要符合這個原則 我們才會去做 所以我們跟大陸簽的這些協議 對台灣來講全部都是利大於弊 我想我只做一個簡單的 我們可以聽到 馬總統今天是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 來召開這個中場會 而且他也提到說 現在台灣跟大陸簽的所有協議 都是利大於弊 而且先有了符帽之後 貨帽之後才可以來繼續簽 不過就在總統馬英九 在裡頭召開中場會的時候 在隔著一條馬路 對面就聚集了40到50位的學生 要在這個馬總統的車隊 進入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時候 來跟馬總統表達 他們想要先立法 後審查符帽協議的訴求 因此今天外頭聚集了40到50位的學生 包括了高師大 帶頭的這個成衛生物系大師的學生 以及中山大學中正大學 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英勇大學 以及士興大學 40到50位的學生 他們從中午12點半 一路就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面 來表達訴求 而且他們也說到不排除明天 會前進立法院來包圍群賢樓 繼續來抗議 那麼以上就來自現場的情況 稍後最新情況 我們隨時為您連線報導 主播 好 謝謝 這是我們的記者黃書文 讓我們看到國民黨的這個 中央黨部外頭線 還是依舊非常的吵雜 將近50位的反福茂學生 來到這裡 說要來繼續的靜坐嗆麻 但是對於跟中國大陸簽相關的協議 剛才馬主席的宣誓是力大於弊 但很好玩 他沒有專門點名福茂喔 現在的意志堅定 每每有機會都要做這樣展現 但這有助於化解 現在我們看到立法院這樣的僵局嗎 真的是不得而知 只是說大家說 到底還能夠忍耐多久 我們剛講了這麼多 忍耐多久的大家底線是什麼 我們今天來賓在這裡不斷提供 各種的新的一個方法 所以請教楊老師 這麼多方法提供出來 我們的總統會聽嗎 怎麼樣能夠逼他快點動作 我們今天這個總統就是太主觀了 所以有人說他是柔性的剛閉自幼 我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不是一個今天我們才研究發現 出來的一個結論 是長久以來 這個學術界就已經有這樣一個結論 就是群眾運動是沒有辦法對話的 群眾是沒有辦法對話的 所以要另有手段 對那你今天在講利益大於弊 他們怎麼添得下去呢 怎麼會添得下去呢 那你如果說 好你今天另外 你剛剛主持人剛剛也問到 我說我們怎麼樣制造另外一個運動 來分散現在這個運動 沒錯 可以啊 那你就去召開 像剛剛有人反對說 開什麼宣政會議 沒關係你去開個宣政會議 那你就是一個 或者說 剛剛都講說 把它丟給這個公投 也可以啊 如果今天真的大家 老百姓都決定 覺得說這個服貌 不應該要實施 那你總統你覺得就沒責任了嘛 那你就不實施嘛 反正大家承擔一切的結果嘛 不過現在傳出來要開那個 公民憲政會議啊 但是行政院明天會回覆的叫做 經貿國事會議 這個學生們也是沒有辦法來接受 所以明顯這是叫基同鴨獎 對啊 是啊 沒錯 到底說 所以馬政府的立場 府院立場還是希望說 原本是因為服貌的問題嘛 還有兩岸 其實兩岸經貿這些 就把它聚焦在經濟的議題上來討論嘛 那如果學生他認為 他要召開公民憲政會 那你憲政討論的是憲政層次 到底你要的是什麼東西 你不討論經濟嗎 你認為服貌是兩岸 兩岸關係 兩岸敵對關係 還要更改變更兩岸關係 還是說台灣的憲政體制要去調整 要修憲 甚至說 現在立委的體制或單一選區兩票制是不是也要調整 你要先把你的立場跟訴求提出來嘛 你現在是一個 你只有一個主張說公民憲政會議的空殼子 可是你並沒有一個具體的主張嘛 你反而是說公民憲政會議跟服貌原先的主張是脫鉤了脫解了 那你的條件又變來變過去 這樣子你執政黨要怎麼去回應你 你在兩個基同鴨長的底下 你一個不對稱的底下 你就沒有一個對話的空間嘛 所以說要開公民憲政會議 我剛剛講空殼子嘛 你的裡頭內容架構是什麼 就像我們講服貌 就要逐條嫌疑 要什麼民間版的 現在又所謂的監督機制 內容是什麼 你有沒有對案出來 那如果都沒有的話 要大家怎麼樣 大人怎麼來做回應 但大人不回應就被學生罵到臭頭 罵到臭頭的話是民進黨最高興 不過委員啊 這個民進黨現在的一個作為 我們剛剛講到這麼多的看法 美國人的態度民進黨不在乎嗎 我相信你一定很清楚 像說之前蕭美琦寫了這個公開信 就得到人家不到為的一個回應 把他也批了罵了一頓 美國人的態度 現在這個民進黨把他丟到後面去了 沒在怕 沒有 因為總統選舉還沒到 哦 選前才需要去進貢 朝拜 不是啦 因為現在就卡 我已經一再重複了嘛 說現在卡到5月25日要選黨主席 好的 所以先把黨主席選完再說 但是蕭美琦寫一個錯誤的信 興趣給人家也寫得開心 這是幫他幫小英 蕭美琦沒有 但是他個人啊 因為他事常常在寫啊 他也不是只有寫這一次 他常在寫 是 事常在寫 他常常在要矯正西方對我們的誤解 哦 是是 但也不應該帶一個錯誤的訊息給人家 那現在被人家罵 他沒有想到那個AIT理事這麼閒 那個David Brown 對 你們民進黨還說人家 根本不了解台灣 你雖然說人家閒 可以回應得了 但是又被罵說 不過AIT有出來說 昨天也是David Brown的個人意見 AIT也有出來說 是 好 我們說現在來自於美國的壓力 我不知道大不大 但我不知道民進黨接受不接受了 還是像你講 因為卡在一個當主席的選舉 所以蘇貞昌也沒有在那裡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事情 民進黨沒有辦法善聊啊 我們現在也是被學生 夾持這樣 很丟臉對不對 你確定嗎 當然是啊 當然是 保全嗎 不是 不是 保全只是被動事 那這樣學生是要待到5月24 不是 不是 因為我剛才已經講了 因為他上一個小時沒來 就本來這個禮拜 我剛剛再重講一次 陸委會的案送到立法院 就明天嘛 你剛說了 然後禮拜五緊急開個朝野協商 如果說監督條例列第一案 坦白講 學生的理由又越來越少了 實際上公民憲政會議 社會並沒有理會這個議題 大家理會還是說監督條例要不要審 那你如果馬英九 我就說他已經都回應完了啦 接下來是立法院的問題 那立法院最重要是王金平本人嘛 那我剛剛已經又講了嘛 你看國民黨立委 剛剛我們林委員在這裡 王金平三個字他連提都不敢提 對不對 所以國民黨自己卡住了嘛 就是國民黨所有的立委 都卡在馬王之間 為什麼林洪池那麼痛苦 國民黨團為什麼不能做個決議呢 現在王金平也不能去當 國民黨團開會啊 那你為什麼不能做個決議 說我們要求院長處理 你連這個決議也不敢做 表示他也不想得罪王金平 他又不敢要求馬英九 那你當然就夾心餅乾嘛 然後馬跟王又 王建王不能相會 現在問題就卡在這裡啊 補充一下啦 其實前天朝野藍綠黨團協商的時候 柯建民委員還是說 要本會期先通過兩岸監督體制 不審福茂嘛 所以民黨的立場已經確定了 就是說你會讓人家質疑說 你過去九個月來 其實你還是在背個福茂嘛 那個叫做要價式的談判 是可以 喊了再說對不對 不管未來 兩岸監督機制出來之後 其實林斐板剛也說了 他支持那個民間版的嘛 那今天是這是去看那個 抗爭民眾去國民黨專用發的 這是民間版的版本 這裡面的版本 跟明天行政院送出來的落差非常大 這裡面完全都有公民團體參與 還甚至有立法權侵犯行政權的疑慮 甚至接下來裡面很多條文 馬政筆接下來要簽了 包括CBM 軍事審查 還有和平協議 全部都要經過立法院三分之二的 多數同意 所以他是把整個原本從立法院 對議案的同意是二分之一 門檻提高到三分之二 所以門檻提高到那麼高的時候 這是不是有違反整個議事運作 或憲政運作的部分 那如果學生的條件 拉那麼高的時候 那跟執政黨版本兩個落差那麼大的時候 那是不是說 明顯那個改變投票規則一定是憲法 這個不可能這樣過 所以要開憲政法 這個根本不通 三分之二一定要修憲 開什麼玩笑 不過我覺得他從頭到尾 就是要讓這個事情倒到修憲去 倒到修憲 然後第二個中間讓你 簽這個符帽 簽得不痛不快 最後最好是不成 然後民進黨一直有個邏輯 我不懂 民進黨永遠有他的各種時段 他的邏輯 他的狀況 但是我只有一個邏輯 就是我們是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那民主國家 你請用民主的邏輯 民主的邏輯 就叫做少數服從多數 然後就叫做守法 就叫做法治 就叫一個遊戲規則 為什麼 國書為什麼 為什麼我黃志賢要守的遊戲規則 跟林非凡守的遊戲規則是不一樣 請任何一個民主先輩可以回答我這個問題 請王金平來執行法律 對啊 所以歐老師 王金平問題沒 所以這個國家王啊 所以歐老師 王金平問題沒人敢碰 他才是最重要關鍵人物 我想不會沒有人敢碰 這個節目今天已經唱他的名字 唱那麼多次了 再不碰也已經碰了 有黃志賢在 國民黨立委沒有人敢提他 你說國民黨立委沒有人敢提他 王金平 王金平 王金平你獨職 你又不是立委 沒有用 我有選票 我告訴你 王金平除非你不要選舉 你是這個國家的國會議長 你領我的薪水 人家不分區 民主原則是一個遊戲規則 然後是沒有特權 是言論自由 是少數服從多數 然後是法治 是文明 請問這個 這個佔領立法院的行動 從頭到尾 還有民進黨霸占主席台 跟關閉 他的那個程序委員會 請問符合哪一條 請告訴我 是好來 因為我還沒講完 我認為還有另外兩個辦法 可以轉移注意力 剛才楊老師說的非常多 有關於 沒辦法直接對話 而且沒有辦法讓他直接用 一個順理成長的方式走完 所以轉移注意力是個很好的辦法 我有點半開玩笑的方式 可是也是認真地說 第一個 請江蕙出來辦一個十天的演唱會 在小巨蛋 這可能是一個辦法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請各教的 比如說總主教 或長老教會的總幹事 或信義法師出來 弘法一下 把他們勸出去 政教不分 這可能也是第二個辦法 這可能算是第三條路 因為你在娛樂 跟中教之間給大家一些紓解 這個大家就有點台階下了 我覺得這不妨一試 而且完全沒有違法 好 我們休息片刻 我們待會回來繼續看 這個活動還是持續進行 但是造成傷害還有什麼呢 媒體 媒體受傷最慘重 為什麼這些學生們的民主素養 這麼樣的糟 好 我們待會回來